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這間 很多人都在說這間餐廳 是否值得吃 好不好吃 而且是否很貴 有些人說值 有些不值 因為是Full & Foo 這裏是Hirway 7和Velomay 這間麥當劳 其實我吃不出來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這一餐吃了甚麼 好吃嗎 值不值得吃 還有我本人覺得感受是怎樣 希望大家看我的頻道的時候繼續手行 做完所有的按鐘仔 訂閱 留言 讚好 那都是那一句 讓我戴回頭盔 待會兒所說的東西是純屬個人口味 與本台立場無關 現在去片 變了什麼 我現在坐在這個洞裡 有一塊玻璃 玻璃後面有一些假的植物 但我想說這個位置其實不太好 因為是純屬成一角 但這個純屬成一角 你叫天不應叫地不紋 你想找個 用伺服器來問一下 拿些東西都是很不方便的 還有這個角落 手提電話差不多收不到 這間 虎仁虎 我不知道 我讀得否正確 這是一個餐牌 整個東西都是黃色的 一個中文字都沒有 英文和越南文 餐牌有兩邊 另一邊是飯 這間餐牌 這間餐牌應該是 很出名的牛肉粉 有很大的牛骨 但它是有限制時間 這間餐牌是11點半至2點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改 這間餐牌就沒有了 這間餐牌 我剛才叫了60 漢圖式字 Upspring Road 有些米粉 我用Google Translate 譯了 叫做 海房蟹春劍 是不是這樣想 用咖啡 S4 一邊有一坨 史拉差 不像是用李錦記 自家的 我想是眼睛 右邊那一隻 也挺吸引 酸酸的 但它的辣椒很爛 我不知道左邊這個 是否有多爛 這是指天椒 一會兒我可以試試 這一盤 盤菜 通常是你吃涼份 一定有的 我眼見有芽菜 有一點點 Red Cabbage 有薄荷葉 但我是不約九層塔 剛剛點了一杯凍啡 現在又來了 原來這間店 原來這間店 那些凍啡 不在你面前滴 它是滴給你 進去膠杯 那些奶呢 那些煉奶呢 是底的 看到是底 嘗嘗 嘩 好苦 這是蟹肉春捲 不如我叫它做 蟹肉春捲 怎麼吃呢 很嚴重 像樹林一樣 嘻嘻 好像去了Bed Yard 嘻嘻 這是蟹肉圈 這堆東西 就做成這樣 你看看 那現在就下手吃了 這堆東西 就做成這樣 現在就下手吃了 它這個皮 春捲皮很脆 而且咬下去 無常很油 但它裡面 你會吃到它的蟹肉 但問題是 因為你的生菜 又包了很多 薯荷葉 芽菜 米粉 變成你 整堆在嘴裡 你今天很難吃得出 它那個蟹肉春捲 裡面有什麼鹹 你吃到脆脆脆 可能有些蟹肉味 芽菜 芽菜 蓋上去的 你只能吃到 很脆 很清新 給大家看 我現在不包著它吃 就這樣一球 其實它是一塊正方形 的東西 切開有四塊 一開四 有兩塊 即有八塊 有八塊這些 我看到裡面 有些蛋餅 那些應該是越南蛋餅 然後還有一隻蝦 豬肉 粉絲 蟹肉 還有一隻蝦 然後外面包著 一塊 有一個crust 炸的 好像春捲皮 炸的 一試一塊 這個 一包著 其實你不可以試到它是什麼 好味 有一個胡椒粉 這塊又好吃 這塊又送飯不得了 但如果你們不太喜歡 下手下腳去吃的 你就不要叫 因為這個真的要下手吃 我想它的S4 即是不是漏了蛋 我剛才吹了它 因為等了很久 我的S4終於來了 好香 讓大家看看 如果你們不吃芫荽 蔥 我想要跟它說 有一個整堆東西在這裡 而且它很香 青檸 哇 這一堆 我先拿開這個 阿平拿這個 嘩 是這樣的 翻起來 將這些全部 咦 它用這些粗的 粗的粉 很多越南補 是用越南粉的粉 這碗東西的S4 是20元 那是否貴 貴不貴 就見人見智 每個個 心目中的量價值都不同 這塊應該是它剛才說的Crap Cake 這塊應該是金錢剪 有一條一條透明的花紋 它是金錢剪 來的 有一塊豬手 一塊牛肉 一塊魚蛋 一塊魚蛋 一塊牛肉 一塊牛肉 一塊豬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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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牛肉 湯是屬於 輕輕的湯底 但也很辣 而且很厲害 我接受到 試一下 煮粉 湯也挺好喝 我覺得它很清清 大家夾的時候很小心 因為它很滑 你會彈來彈去 它會滑 所以你拿得緊 你看 要拿緊一點 這塊牛肉 粉也挺滑 這塊是牛肉 我不知道是不是金錢剪 因為差不多 這是金錢剪 沒有什麼特別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的 這塊是炸魚蛋 你看到不規則 這塊牛肉 不是魚蛋 是Crab Cake 裡面有些香芽 白胡椒粒 如果你們問 哇!很貴喔! 如果這碗牛肉 你說 十九九五 即是二十元 你問我值不值 我說不值 如果你說 二十元 這碗牛肉 很貴 我是會認同 我覺得這碗牛肉 有二十元 就是貴了一點 其實它豬虫很小 你看 很小 你看 很小 一隻筋 配到的豬手 這隻豬手 有咬口 不是軟到 超級軟 但其實那隻豬手 真的很小 我剛才忘了試它 這隻 這隻 看看有堅不堅 應該是卡拉拼 像天椒 這隻豬手 我其實不是吃得很 超級辣 都辣 但是 不會變態那隻 很小 那隻 不是很辣 以我的經驗 這隻哈拉拼盧 應該辣一點 是的 哈拉拼盧辣一點 哇 哈拉拼盧來了 哇 剛剛發現它有兩粒 這個Crab Cake 它是自家製的 是腸 但是煮的 不是煎的 你感覺到有很多 白胡椒粒 在裡面 圓粒 二粒 咬下去 都幾香 有些白胡椒味很重 差不多吃到中段 你一邊吃 你發到湯底 其實挺好喝 你發到湯底 是湯底本身有 就是 順化Hillbrook的味 你能想到湯底是有香茅 薑 那些香料味 它又不像一匹 那些 攪在湯底裡 然後淋下去 應該不是 你吃得出湯底 應該是特別的 一個 自己熬直的順化湯底 我想這碗的50元 貴是貴了它的湯底 還有它的牛肉 其實是漂亮的 你吃得出 你吃得出牛肉 你咬下去是軟的 它肉質是好的 但是它的質感是不錯的 我想貴就貴了它的質感 如果20元 那也是那句 放在湯底 有些人是貴 有些人是吃質感 有些人是吃價錢 有些人是吃價錢的 吃份量的 那這個事情你自己考慮了 我剛剛也有去洗手間洗手 因為剛才我說很厲害 有四個獨立洗手間 沒有分男女 我發覺其實這裡 有些食物 我當你不飛來飛去 好像轟炸機 我想這件事 有些餐館也有 搞不定 越南店也有 我見過幾間 有些轟炸機 夠不夠在這裡 原來這裡是要出去買單的 那今天就拍到這裡為止 看看我下次又拍些什麼 大家看 拜拜